大家好 天心設計來了 天心設計 我們今天要介紹一個非常會有生活感 因為屋主已經入住了 我們要來開箱北歐風的經典設計 好 GO 現在我們先看到了這個空間是客廳的空間 屋主他們的房型也是面海 也是一個景觀宅 所以我們特別在這個地方 設計了一個北歐風的樣式 就是木紋搭白 那白色有分很多種 我們特別這次走的是奶油風 因為屋主他們是兩夫妻 再加上兩個非常可愛的小朋友女生 也是那種公主風系的 因為小朋友還小 所以我們當初就建議屋主要選用奶油白的版面 比較不容易髒 所以生活過就比較不會有生活的痕跡 黑黑的是好成理的材質 我們來看這個展示櫃 電視櫃吊高之後 我們有一個這個展示櫃的空間 剛才屋主跟我講了 他們這裡有充滿他們滿滿的回憶 小朋友的牙仙子 這個媽媽真的很用心在帶小孩 真的我自愧不如 好 然後我們在走到這個空間 一定要有的就是收納的空間 還有玄關上下櫃的空間 為了玄關這個上下櫃 主要是因為這裡有一個對講機的設計 然後通常一進門 大家都會有一些風水小物 來囉 就像這樣眼睛燈進化空氣 所以我們這裡一樣也設計了插座的功能 給這個屋主使用 那一樣這裡我們打造的就是無手把 就這樣開門這樣子 然後這裡面就會有可以放吸塵器的空間 我們透過天心設計 我們就會跟客人討論 那你居家需要的是什麼 譬如說直立式的吸塵器或掃地機器人 我們都希望客人可以告訴我們 因為設計師在設計的時候就會把插座 有沒有看到 吸塵器用完一定要插座 所以我們就會把插座設計在櫃子內 才不會入住的之後才發現 那我的充電器插座要放在哪裡 來找天心 我們設計師會很貼心的先詢問 你們需要的家電是哪一些 好 再來我一定要講的是這個地方 哇 這個地方是一個大中島 這個也是建商原本設定是2加1房 那這個加1房呢 屋主他們想要保留給小朋友一個很大的空間 因為女主人會喜歡下廚 所以我們看到這個檯面是 食音食檯面 上次我們有提到人造食 這一次我要來講一講食音食檯面 這個檯面是強調耐磨耐高溫 因為食音食它的材質是很硬的 它末式硬度是7 所以你就知道它很適合在中島 所以因為這個女主人很喜歡下廚嘛 所以有可能會帶小朋友在這邊揉麵糰啊 或者是有稍微切東西 那這個材質是強調不會染色也不會刮傷 是一個很好整理的檯面 所以介紹給大家 如果之後有喜歡下廚的朋友 可以建議用食音食的部分 那這中島很大 因為當初屋主也有給我們設定他一些他想要放的電氣用品 所以下面我們就設定電氣櫃的家 那這裡最特別的是屋主有跟我們買一個櫻花最新系列的洗碗機 因為當初建商的烤箱是在這裡 所以我們把它刻變洗碗機把烤箱刻變來這裡 那現在的位置我們把它新增成櫻花最新的半砍的式的洗碗機 它可以自己洗完自己開起來的 如果有興趣的話也可以找天心 天心是櫻花的經銷商 全系列會給你特別優惠八八折 那中島一定要的是什麼就是插座了 插座怎麼來 我們攝醫師攫勁老師特別從電箱拉線拉拉拉拉 走這條線再下來 所以這裡有了插座 兩邊都有 中島也有插座 餐桌要吃火鍋 所以電池爐瓦斯爐也要有插座 或者是之後這邊都有一個插座可以使用 這樣子相對是非常好用的 那再來那個餐桌的空間後面 我們打造一個很大的收納櫃 這個收納櫃是有深度可以讓客人擺他生活必需品 還有一個零食櫃 就滿滿的零食櫃就在裡面 剛才他的女兒有打開來跟我們看一下 就滿滿的零食就可以 東西放到裡面我們整個空間就會感覺比較乾淨 這裡的客廳我們特別打造了是蛇心蓮 那有看到這個猩猩嗎 因為這對夫妻他非常疼愛他們的小孩 所以他連整個客廳的氛圍也打造有點童緒的感覺 所以有帶猩猩月亮的圖案 那這個是遮光的窗簾 然後我們特別設定的一布一塞 有看到嗎 塞也有猩猩 所以他就是比較整體的配色 整體的氛圍看起來就是非常的溫馨 溫馨的質感 那一定要講的北歐風設計就是要整體的這個木地板 來囉 又推薦給大家 這個就是很適合在北歐風的風格裡頭 一定要建議客人可以加一下這個地板 因為採起來非常的舒服 再來我們要介紹兩個小公主的房間 再來一進來 因為這個空間他為了要兩個女兒可以居住 所以我們這邊打造一個雙人床 然後用我們家的空間利用大師 下面有收納那邊有鮮板 然後小朋友一定要有一點圓弧 所以我們床頭背牆導圓的設計 還有一定要有的插座 手機充電是方便的 再來女生喜歡的粉紫色 這個是他們女兒自己親自挑選的色牆顏色 這裡也是天心打造的 我們就是特別有設定這個調光簾 那製頂的衣櫃是一定要的喔 那就是我們就變成上面的部分做封板 所以讓他不會藏屋納垢 好那我們再介紹主臥 主臥我們搭配了一個加大的雙人床 床頭背牆一樣我們呼應晴空藍的顏色 再搭配我們灰藍色系的調光簾這樣配起來有沒有很整體 好那一定要做的就是我們家的空間利用大師來囉 因為這裡我們就是整體做滿 所以下面床底下就有收納 就有抽屜 我們會做抽屜給客人可以使用 那床尾的空間因為空間比較有限 所以我們特別設定了床尾衣櫃的部分 就是這個地方 那這裡是做環門衣櫃 讓客戶的衣櫃就是坐在床尾 然後裡面就有收納 我打開囉 這樣子 這樣子裡面下面的空間就可以不浪費 然後下面一定要的就是 墊上一定會有牆壁的插座 那我們就把插座電視線都位移出來 衣櫃一定要的是什麼就是置頂喔 讓上面比較不會有積灰塵 然後又可以增加收納 這個大家可以學起來 OK 好再來我們很榮幸 可以請到我們屋主夫妻 還有兩位非常可愛的小朋友 對一起入鏡 那我們想要詢問 屋主對我們天心設計的想法 就是感謝天心設計 就讓我們從一個毛沛屋 然後看到現在的一個 北歐風的一個設計 然後一些收納 讓我們非常的開心 感謝這一段時間 還有寫助我們的一些貴人跟朋友 真的感謝天心設計 對太好了我們天心設計也非常感謝夫妻 還有兩個小朋友給我們的那個機會 啊你們喜歡你們的房間嗎 喜歡 對好那我們最後來一個天心設計 救命 拜拜 拜拜